哈囉 Vogue的讀者們 大家好 我是允雯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從大學畢業就一直很想去的一個地方 叫Burning Man 它中文叫火人節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滿滿的皮箱裡面 帶了什麼樣子的 survival item 可以幫助你在沙漠裡面生存一個禮拜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去Burning Man的行李箱 大家就一起跟我慢慢一件一件的來回憶吧 在Burning Man的 大家很多會想的一個事情就是 哇 我去那邊要穿什麼 是不是越誇張越好 有分好幾派我覺得穿衣服 有那種超級浮誇 哇 你是來拍那種科幻大片的嗎 也有那種實用兼好看 然後也有全裸 就是回歸最原始最自然的也可以 那我自己個人是天上實用兼好看 所以我在plan我的衣服的時候 我都要想說 OK 這套衣服帶給我的function是什麼 帶給我的功能是什麼 那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你頭上戴著一個unicorn 就是這個獨角獸的這個 這其實是我原本就很喜歡獨角獸 在Burning Man呢有一個叫所謂的 你的Burner的名字 叫Burner Name 那這個Burner Name呢很有趣 你不能幫你自己取喔 你不能說 喔 我要叫Mad Max 然後我就是Mad Max 不行喔 你的Burner Name是要其他的老Burner 他們認同了 喔 你真正成為了一個Burner的時候 他們才會幫你取名字 然後有一天我記得晚上 然後我跟我朋友他們出去跳舞 在那邊騎車 我在那邊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在沙漠裡面大喊 I'm a Unicorn 而且不是I'm a Unicorn 是I'm a I'm a Unicorn 然後我們的camp裡面 就其中有一位女生 她叫Christine 平時是個很serious的外科醫師 但是她是我們的一個朋友 然後她就突然跟我說 Christina YourBurner Name is I'm a Unicorn 不是unicorn 是I'm a Unicorn 就是全部連在一起 就變成我的Burner Name 我的衣服滿ㄎㄧㄤ的 那我要先從禮拜天開始講好了 Tuesday 叫Tutu Tuesday 為什麼叫Tutu Tuesday呢 因為Tutu的英文名字就是 Pung群 所以我帶了好幾條不同的 就是類似這種 就是大殺Pung群 那Tutu Tuesday呢就會 你就想像任何人喔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胖的瘦的 任何人都會穿一個小Pung群 連那種阿伯就是肚子很大的那種 都會穿個小Pung群 Tutu Tuesday 然後Wednesday呢 是White Wednesday 那就是全白 因為任何人就是穿白色 我的White Wednesday的衣服 它就是有點像泳衣 連身泳衣 下面穿靴子 這個也是我去L.A買的 就很浮誇的這種 這不是我平時的裝扮嘛 但是我在那邊我覺得那樣我挺自在的 晚上阿都會變得很冷嘛 我除了毛皮大衣之外 這不是真毛哈 我不穿真毛的 我穿的是類似這樣子的毛皮的背心 然後我還有一件很大的毛的外套 那晚上我們除了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常常會在Camp裡面圍著那個 爐火圍著那個Fire Camp 大家聊天阿 吃東西 大家都會買Wensie Wensie就是動物連身衣 我們都把它當睡衣來穿 然後剛好我的就是Unicorn 就是獨角獸的連身衣 就它很舒服 因為晚上你直接套起來 然後你回到你的Camp的時候 你就可以整件脫掉睡覺 然後我要給你們看一件 我自己個人覺得最厲害的衣服 這是我在LA的一間Rave店找到的 它是我的小美人魚連身衣 我覺得它很美 我超級覺得它很美 我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定要買下來 那大家就有看到 這是透明的嘛 我記得我穿這套美人魚的時候 我裡面是貼了這個紫色 像小美人魚的貝殼胸貼 就一開始穿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害羞 但其實在那邊 不管是你是胖的 瘦的 老的 年輕的 你都可以看到 就貼著胸貼在走來走去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環境 也會讓你覺得很自在 那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在Burning Man裡面一些 Survival Items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應該是 就是我的這個罩衫 其實對啦 它很透 但是它還是會可以遮到太陽 就是讓你白天起車的時候 太陽不要是直接曬在你的皮膚上 因為直曬在皮膚上其實挺痛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任何可以幫助你的臉 不要被風或者是太陽傷害到的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一些Bandana 或者是 正小的Bandana 因為在那邊沙塵暴其實超可怕的 沙塵暴來的時候啊 我是這樣子綁在臉上 我是這樣綁在臉上 然後戴著那個超大的眼鏡 騎車 然後這個再披在我的白色罩衫外面 就是可以再幫助你不要曬痛 然後沙塵的那個風不要傷到你 LED燈是必備的 因為Burning Man很黑 所以除了好看之外 也是安全起見 就是一定身上要有 一定要有燈 不管是你衣服上 還是你繞在你的帽子上 還是你掛在脖子上 還有假踏車上面 全部都會掛滿LED燈 預防人家撞到你 腰包 任何的腰包 不管是你要鞋背很背 就任何的一個小包包 我覺得都很很必背 那這個是陪伴了我整整 八天的腰包 裡面好像還有一些東西 喔 裡面有我到達第一天 我們CATMEMBER幫我拍的一張照片 喔 我就是背著這個包包 你不管去任何地方 都需要帶水在身上 所以我都有帶一個大的保溫瓶 我覺得大的保溫瓶的好處 是一次你可以裝比較多的容量 再來就是你可以前一天晚上 先把不管你要喝的水 還是你要泡的茶 先弄好 然後冰在冰庫裡面 你隔一天就有一整天 有冰的水可以喝 你知道在那邊冰水啊 喔 或冰茶 你會覺得是人間美味 Electrolite當初是我們CAM 幫我們準備的 除了一般的水 還有很多的一些飲料之外 他們幫我們準備的一瓶一瓶一瓶的Electrolite 而且是原味的喔 原味的Electrolite 其實非常的難喝 它喝起來有個很奇怪 很噁心的一個藥味 但是很多的老Burner跟Bettering Burner 都跟我說 再怎麼難喝你都要喝 因為你在那邊長期這樣子曬 你一定要補充你的電解質 要不然非常容易的 騎一騎車會混到 再來就是各種各樣不同的防曬 擦臉的 擦身體的 大的 噴的 我前前後後用了至少三瓶防曬吧 就是每一天就是狂塗狂塗 所以我很Lucky的 我這次去完全沒有曬傷 有另外一個很棒 可以保護皮膚防曬 然後又好看的 就是這種過濕的長靴 就算不是我穿去的那一雙 我的是在更長是過濕的 一個比較薄的一個黑色長靴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飾品 也是很加分的 像這種 這個很酷 我在LA的一間印度新娘印度店買到的 是這樣戴在手上的一個飾品 這種 臉上貼在臉上的這種鑽 就是可以幫助你自己簡單的浮誇 當我今年聽到主題是Manamorphosis的時候 我就上網找了一個賣家 他有做這種大翅膀 很大的像維多利亞打秀的那種大翅膀 我就想說我要帶著我的翅膀 騎我的假踏車在Plyard上飛行 這送來之後 他大到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帶去 也沒有辦法上飛機 也沒有辦法塞到我的行李裡面 當初那個賣家老闆還跟我說可以折起來 沒有他騙我 完全撐不起來 所以他就沒有上飛機 沒有到美國 他就一直在我家裡的儲藏室 這個也是我在網路上買的 一件很浮誇的衣服 他就是你就把它想像成一件比基尼這樣 然後這是在後面 然後你裡面就是貼胸貼 然後如果你害羞的話 你也可以裡面穿個背心外面再穿啦 而且這種東西都很便宜 但是這種在國外晚上上賣也超貴的耶 這個台灣買好便宜喔 所以在台灣的朋友 你可以買多一點這種帶去 外國朋友會覺得你很厲害 很多的人都會想像說 Burning Man到底是個什麼地方啊 是不是很亂啊 是不是都是party 是不是就是一個瘋狂派對 我以前也曾經是那個覺得 它就是個party So what 的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相信帶我去的朋友們 他們對這個地方充滿了這麼多的熱情跟愛 我相信了他們 所以我決定自己去看 我到了Burning Man 我真的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沒有分你我 沒有分任何的差異的那種平等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一樣的渺小 尤其是你站在沙漠中間 沙漠前一刻還可以艷陽高照 下一秒瞬間瘋狂的那種山洞 你就會感受到人類其實很渺小 然後我們根本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偉大 我覺得大自然在那邊完完全全可以 教會我們屈服跟渺小這種事情 但是同時我也感受到 我們人跟人之間最純粹的快樂 有一天我騎在Paya回家的路上 我們跟一大群朋友 剛好那個時候是日落的時候 然後我就突然間邊騎車邊看向 我前面完全沒有邊境的那個夕陽 我完全在那一刻覺得我快哭出來了 因為那是我看到我人生最漂亮的夕陽 感受那個風在我們的臉上的那個感覺 然後看著那個夕陽 我覺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很純粹 很像童年時候的那種快樂 所以今天我帶了這麼多東西來 跟坐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不是要為Burning Man 當大演員沒有收任何人錢 我只是純粹的很希望我可以把這份快樂 然後這份感動這份愛 然後傳遞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知道 事業上有這個小小的城市 它叫Black Rock City 然後一年一次會一個禮拜 出現在這個沙漠中 任何一年如果你有機會 可以去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帶著一顆Open Mind 你也可以感受到跟我一樣快樂 希望我們可以在Playa上相見 每一年的Burning Man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人像的木雕 然後會是在整個Burning Man Black Rock City的正中央 然後在這七天的最後一個晚上 會一把火把那個燒掉 他們想要表達的是這一切都是空 我們經歷的這一切都是空 都會在我們的身體跟我們的腦海裡面 Burning Man的票 這張票真的是一票難求 開麥的那一天呢 你就是要守在你的電腦前面 然後一直按那個Refresh Refresh Refresh的那個Button 第一輪的票是最便宜的是500塊美金 然後之後每一輪它釋出的票 是1400美金 然後我兩次都沒有請到 那個時候在網路上 我們的其他的CAM member 就有幫助大家一起找票嘛 然後就找到一個人叫Michael 一個白人 就私訊他說 Hi Do you have an extra ticket? 剛好他沒有票 但是他有認識其他的誰誰誰有票 他就幫我去接這樣子的線 很多人就一定會想說 因為他要賺你錢 他想要賺那個差價嘛 但是沒有 幾乎全部網路上賣的人 都是用那原價1400美金 賣給其他人 他們完全沒有要賺什麼黃牛票 最後他幫我買到票的時候 還跟我說 很希望在拍卡上看到你 然後Have a good burn 這樣 Burning Man呢 有分兩種不同的機制 一個就是你可以join一個CAM 這些CAM都會是一些 已經去過很多年的一些 Veteran Burner 組成的一個CAM 像我的CAM就是我朋友他們 已經去過很多年的四五年五六年的一些 老Burner們組的一個CAM 然後我們的CAM的名字叫 Neon Butzel 我也曾經懷疑過 為什麼他叫Neon Butzel 他沒有原因 對我有問過我們的CAM leader 他說他也不知道 我們這個名字是為什麼 但他就覺得聽起來很酷 好Anyway就是 你可以join一個CAM 就是付一個CAM的錢 那這個CAM呢會包含你全部 你的費用會包含你全部吃的用的 當然不包含你自己要帶的東西 跟你的睡袋那些 但是CAM會幫你負責 比如說發電器 因為那邊沒有電嘛 我們CAM還負責了 我們三十幾個人 一整個禮拜的三餐 全部的食物還有水 我們的CAM還有幫我們 在我們的CAM ground set up的很舒服的 像客廳的Public area 就是可以讓大家很舒服的 晚上在那邊聊天也好 躺著放空也好 還是白天大家可以一起坐著吃東西 就是一個地毯區 然後有兩個遮陽 很大很大很大 星星的遮陽棚 那有另外一個機制就是 完全的就是Self Reliance 完全的就是靠大自然靠自己 那這樣子的方式會更辛苦一些 因為一個人來 哪怕是一兩個三四個 你沒有CAM的話 就代表你要背著扛著 你全部的用的東西 進去之後呢 就每一個入口都會有一個志工 來Welcome你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除了Welcome你之外 他還會先做安全檢查 記得Welcome我的那個志工 他是個老阿伯 然後鬍鬚超長 然後他還用那個辮子把它編起來 然後他穿著一個很鮮豔的三角褲 然後我本來就說 Hi I'm Christina 然後他就說 We don't do handshakes here Can I hug you 然後我就說 Yeah 然後他就 然後把我抱起來轉一圈 進去之後呢 他們就會給我們這一個 kit 這是我們在那邊的 Burning Man 2019 Survival Guide 就是你的生存法則 然後今年的主題叫 Menamorphosis 然後這個很酷喔 他就是告訴你 怎麼樣在Burning Man生存下來 然後這一本呢 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在那邊的每一個 camp 幾乎每一個 camp 都會有一些 special event 比如說有一些 camp會辦一些 session 一些 workshop 比如說畫畫的課 按摩的課 製作飾品 然後編頭髮 不要把它想成是課 應該想成是跟那邊大家 跟班人們分享的一些 workshop 今年去我覺得很震撼耶 因為我一直想像是個很艱苦的地方 的確到了的第一天 你的確需要花一點時間跟心力 跟意志力去習慣那樣子 那麼極端的天后 我不知道是我去的時候 壓力太大還怎麼樣 結果月經本來不應該來的 提早了一個禮拜來 所以到了Burning Man的第二天 月經來 然後月經來的隔一天 不知道是抵抗力下降還怎麼樣 然後突然有一天 就發燒一整天 我真的有一度以為 我會死在Burning Man嗎 想說我來這邊到底是幹嘛 然後我竟然撐過去了 我燒了一天吧 當我們習慣這些藥物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會依賴這些 你知道看醫生吃藥 但是其實你真的需要 就是休息跟喝水 我覺得其實只要帶著一個很 真的是很開放很open 一個心去用心的去感受 大自然 感受我們的地球 感受那些沙 很多很多很多沙 你就會覺得 其實這一切都很ok耶 我們人類的韌性是很大很強的 我們是可以adapt的 所以我覺得很 是個很震撼的地方 我會不會讓你買到 大家看見 我會不會讓你買到 我會不會讓你買到 你買到 我會不會讓你買到